金元代工龙头台积电日前核准 将斥资近800亿元新台币 在大陆南京厂扩充28奈米产能 但不少立位忧心 对岸可能从中窃取商业机密 这个部分台积电已经跟我们联络 他会写一个说明给我们 那说明给我们之后 需不需要开会 说明给我们会看那个情形 然后我们再按照我们的规定来处理 会有这个逆向工程 我们这个胡牧原副局长都知道 什么叫逆向工程 他会拆解很多我们IPR里面的东西 秘密的保护是做得非常好 我知道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经济部有能力去处理 但是一定要处理 王美花表示台积电会将先进制程放在台湾 不过攸关国家竞争力 也难怪立委担心 及其彼得大陆爆出以在台公司方式 而一挖角IC设计人才 多达200多人引发震撼 根据法务部调查局数据 2013年至今发现境外侵害 窃取营业秘密的案件就有51件 其中与中国有关占了48件 但是经济部2018年起 移送40家公司调查 最后实质侦办的只有两家 明显既有的营业秘密法规范 已经无法因应日益猖獗的中共红色窃密 也就是没有实质的认定 才会让整个案子 还有所有的营业状况 会无限开放 所谓敌对势力的范围 跟他的意志 把它做一个确认 那所以要达到贺阻的作用 就要提高相关的行者 民进党立委提案将经济间谍入法 也就是替境外敌对势力 收集刺探交付或传递营业秘密 最高求处无期徒刑 取代现有营业秘密法第13条 之二的行则 相关法经业提高 如从事间谍行为 处以最高1亿元法经 在考量 这个是要用放在营业秘密法 还是在其他的法 确实院里面有在考虑这个事情 如果只有在营业秘密法 那在前端 其实不当挖角这个事情 要不要就开始怎么处理 提高到国安层级上面去修吗 都有可能 因为包括两岸条例 也有可能都在营内 经济部法务部对营业秘密法修法 持较为谨慎态度 除了考量中资挖角 欠密样态多样 可能涉及国安层级 以及执行面问题 经济委会要求官员 一个月内提出各部会相关版本 就法制面拿出具体因应之道 金台记事实现了 审美同台湾台北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